安有假牙能否做持共诊检查 也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一般说来 如果说 造的是离假牙 比较近的地方 它做持共诊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大的胃影 这个时候就不能做 比如说口腔的检查 鼻咽部的检查 颅理的检查 上部的检查 就是不能做的 如果做了 它会严重影响 疾病的争断和分析 这个时候有假牙不能做 当然假牙有两种情况 一种假牙 它是可以取得假牙 所以说我们在做持共诊 如果说造头颅 颈部的时候 我们都要问它 是否安有假牙 它说有假牙 就要问它能不能取掉 如果能取掉 我们就会叫它取掉 如果不能取掉 就要看它造什么部位 如果说所造部位 就在假牙的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很大的胃瘾 这个时候是不能造的 但是如果不是假牙的位置 比如说你造腹部 所以说 这时候 我们都要看它 是否有假牙 都要看它 所以说 因此